父亲 夕阳灿烂 终将烟没 川流不熄 终将归海 父亲 河边风大 咱们早回吧 待待会儿吧 我和你一起看水的世界 不多了 父亲 您的身体会好起来的 元儿 你是长子 以后立家 就靠你来支撑了 你会承袭我的爵位 要记住 修身养德 方能 成大忌 父亲一生洗水 元儿次又 陪您灌水 自然会效仿水 修养德行 说说看 做人 要向泉水般清澈纯净 向河水般热血奔涌 向海水般 有容乃大 大丈夫行事 当如水 欲万丈生渊 奔涌而下 过绝永逸 大丈夫 持智 当如水 今百折千回 东流入海 坚定不移 大丈夫 立功当如水 所到之处 润则万物 立一世 好啊 原儿以水为德 要至亲 为父此生 做得最对的事情 就是经常 带你看水 我们俩 很多心里话 好像都是在 水边讲的 为父此生 为国奔走 生边一直带着这水晶 这里记载着 天下的主要鬼道 我看你 每道一地 见山水 必记之 为父希望你 将来若有机会 把九州的山水 都走一走 记一记 父亲 雁儿记住了 雁儿 还记得 玄宗祭里的话吗 天下之多者 谁 福天在地 高下 无所不至 万物 无所不润 天下之多者 谁 福天在地 高下 无所不至 万物 无所不润 同协, nine 二 二 二 三 五